9月26日,有网友爆料在瑞士偶遇了度假的大S,照片中大S身穿一些黑色长款棉衣,面带甜美笑容,看起来温柔又亲切,而让人十分意外,一段时间不见大S便瘦了好多,不仅脸拥有微子,还瘦成巴掌脸,非常上镜。 不过,有网友发现大S与路人合照身上穿着棉衣,而路人则穿着一条无袖长裙,明显就是两个季节的衣服。 都说女人产后会得月子病容易怕冷,高龄生子的大S恐怕也有月子病,非常怕冷吧。 之前参加真人秀节目《幸福三重奏》,节目中大S还有身穿棉衣,当时她与汪小飞一个向冬天,一个向夏天,视频播出还曾引起不小争议。 汪小飞曾提大S解释过一次,那个时间大S刚刚失去第三个宝宝,身体很虚弱,之后就有慢慢恢复。 可是很多没有当过妈妈和爸爸的人恐怕很难理解。 如今大S路透照无疑是很好的回应,女人产后真的很虚弱,还容易得病。 大S与汪小飞结婚以来,从她日常点滴不难看出,真的非常珍惜这段感情,两人真是太幸福了。